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到前面的以前我们有一个第一百货公司 是厦门跟华联百货是厦门最大的百货商店 逢年过节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回到家乡之后 小杨创立了一家传播本土文化的公司 设计过一幅独特的老厦门地图 而他自己只要一有空 便会带着地图拿起相机 和天南地北来的游客一样 常常在老厦门的骑楼巷弄里 拍摄一些文艺又清新的照片 因为每次看到骑楼 我就觉得非常亲切 因为骑楼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建筑风格 而厦门的骑楼呢 它的这个样式又多样 又保存的比较完整 范围又很大 那所以说骑楼在我的心目中 是厦门的一种代表 漫步骑楼之下 你会发现 小铺门口摆着小小的功夫茶桌 阿公阿婆们坐在街边饮茶化鲜 加上五颜六色的小商品 不时传来的叫卖声 骑楼上飘出的饭菜香 勾勒出的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厦门市景图 如今中山路上许多新建的商业建筑 也都全力仿照老骑楼的样式 外地游客来厦门会误以为 骑楼是厦门的土产 民族专家龚杰告诉我们 其实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 18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殖民地就在印度南部 有一个镇叫库布里尔 英国人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非常炎热 他就发明了一个 他居住的房子的铁变 大了一个皮氧 造成了很阴凉的环境 他居住得也很舒服 所以这种情况 很多英国人就跟着学 英国殖民地首先建造的这种外廊式建筑 逐步风靡了整个东南亚 上世纪初不少闽南华侨回到厦门建商铺经商 他们把异国他乡的建筑形式用在了本地建筑上 骑楼这种商住合一的居所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种建筑楼下做商铺楼上住人 其跨出街面的骑楼既扩大了居住面积 又可以挡风挡雨 变成了与顾客的共享空间 厦门老城区1918年开始 1920年开始 当时的市政会就通通就做成这样子 三条横的 三条横的是快远路 第一条大铜路 还有是这个中山路 所以这三个路通通都是骑楼 骑楼就这样渐渐地融入厦门人的生活 成为老城区的独特景观 几年前 电影导演宁浩在为疯狂的赛车寻找外景地 一路南下找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他站在厦门老城区 看着一大片骑楼群时 他决定就是这里了 骑楼老街深像 这个有味道的地方也借着电影 被更多的人了解 记者林申 陈静达 邹臣路报